不要老是去指责别人胡说八道或什么 它又不是教科书 也没有人强迫你去买 也没有人强迫你去看 你讨厌它你就把它当成垃圾 不要再讨论就行了 就好像你在字乎上 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观点 很多你讨厌的观点 你要真的不喜欢 特别不喜欢 你就不要关注它 就不要再去看它的文章 这是最好的方式 人的一生很有限 你要读的书 喜欢的人很多 没有必要对一个你讨厌的作家 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琢磨 你竟然确定了对方是你不喜欢的 你说他胡说八道 肯定是因为你不喜欢他 反正我一般对我不是很喜欢作家 哪怕他名声再高 我还就翻翻就好了 我这辈子也看过很多乱七八糟的时候 但是我也从来不会指责 哪个作家胡说八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作家首先得解放自己 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解放全世界 而不解放自己 他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放自己的心灵 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 他自身都是失败的 你觉得他们在胡说八道 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解放自己的心灵而已 他只是觉得 我如果不这么写 我心里会很不痛快 哪怕你们看还是不看 你们不看对我也不会有一分一好的伤害 我要是不写出来 我这辈子就是不舒服 不要轻易的断定别人是不是胡说八道 首先明白就是任何作家跟你都永远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阐述自己的思想的自由 哪怕那思想是错误的 你要指责他也可以 但是首先你也得清楚 你不是代表全世界去批判他 你只是代表你自己去批判他 那只是你的个人观点 你这是干啥呢 讨论别人呢 确实是一种生活的 但是多数人只是看到一个作家倒霉了 大家去落井吓死了 人类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自己呢 还是大家都在说 然后你再补上一刀踩上一脚 那实际上是很糟糕的 多数人只是被舆论调动 人人痛打落水狗 但是不需要了解这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即使是我有时候都不一定能看得懂 因为他应用的一些概念 一些最新的概念都是比较前沿的 一些死鞋概念 原来我还有读他书 读不懂的地方 迷茫的地方 还得思考一下 才能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的地方 然后你们怎么就可以随随便便说他是在胡说八道呢 你们也像他读过那么几十年的书吗 你们这个指责别人胡说八道到底是基于什么立场呢 是大家的人云欲云呢还是自己对整个世界有了清晰的认识 对整个历史有了自己的看法之后才指出他是胡说八道呢 我怀疑多数人有指责老师的能力 不要和整个世界对立了 年轻的时候协会尊重一下别人 协会尊重一下每个劳动的人 而且我们文人恰恰是特别尊重每一个读者的 正常来讲 文人不会用枪指着头 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思想 文人都是有比如刀 但是呢文人正常了 只是书放在书架上 你要去看 你可以去看 你不想看 你可以把它扔了 甚至可以拿去擦屁股都没事 任何人类的任何脾气再古怪的作家 都没有能力强迫你去阅读他们的书 除非是政治家写的书 除非是拿着枪杆子的人写的书 你才为了生命的安全 不得不去读他的书 任何人类几千万年来 所有的作家都在你的选择 你在选择他们 而不是他们在强迫你 他没有这个能力 我一定不读他 用这種任何人的书都没有 那还有我 你这么说